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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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恩公廠四豪華版 多爾杰結婚回憶錄最終回 大家好我是滋滋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害怕家人被遺忘的小朵 正賀又該如何幫助他呢?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影片開始前 想要持續關注滋滋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支持並且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因為他總是有自己不算這一家人的顧慮 所以你送了月落草給他 跟他說請他成為我們的家人 但是最後還是 多爾杰 我們牽手吧 來 手伸出來 他害羞了 你很害怕忘掉家人 害怕忘掉重要的事嗎 既然這樣 你也告訴我吧 我幫你記得 對啊 多一個人幫你知道這些事情 你就不會忘記了 好客氣 他要哭哭了 大概記得這樣 大概記得這樣 對啊 感謝你跟我說 那接下來你想要做什麼 嗯 想去道歉 好 當然啊 陪你 我們去找南希小姐 南希小姐 南希小姐 喔 氣氛尷尬 多爾杰不是友誼的 她其實有她的顧慮 不 不 你說的沒有錯 嗯 因為她一直沒有發現 多爾杰的煩惱 你一定很不好過吧 有件事你不要忘記 我們已經把你當成我們的家人了 如果你改變心意 要成為我們家女兒 隨時隨地都可以喔 好有氣魄喔 皮可 皮可在哪裡 沒有看到耶 那我們出去看看 先跟多爾杰說話 還要跟皮可道歉 城鎮外嗎 好 那我們去城鎮外 哇 沒有看到任何人耶 嗯 浮體 一盒小姐 他出去了 對啊 會消失 從鎮上到洋房 我們得趕快找到他 哇 叫Honey 有點尷尬 渣男身份曝光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太好了我們很擔心你 皮可 這不是皮可 那不然呢 快去 那孩子在你們的回憶之地 雷歐卡納克 皮可在那裡 我們快點去 好 我們問一下 不然他會消失喔 快去 好我們趕快去 皮可 你怎麼在這裡 蠻蠻子 蠻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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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生氣耶 有可能什麼 嗯 大家瞞著小朵 偷偷得 要不定會有名字嗎 跟之前一樣 想把花摘回去 一個人卻做不了 沒想到這副身體連這都不能好好辦到 對啊 你到底在想什麼 哭哭 顯然又怎樣 回憶又是什麼 那些根本無關緊要 明明就在哭 可是要是你不在 連你都不在 哇 抱在一起 其實皮可對他來說很重要 這是讓他不孤單的 最重要的原因吧 嗯 好感動喔 真好 對啊 差不多要回去了 沒關係 不過 真是的 這樣也可以很開心 好啦好啦 這在暗示什麼啊 好尷尬啊 對啊 那個看板 你不知道 不是皮可 不是皮可 那不然是誰 都不是你 嗯 正和發現什麼 這個 什麼 謝謝你 謝謝你 正和先生 還有 感情要一直這麼好喔 我可愛的孩子們 喔 難道是 小朵的 爸爸媽媽 哇 好感動喔 思念留在了這裡 他們一直在這裡 等你 哇 她哭了 回去了 欸 南希小姐 欸 哇 寶寶 她很擔心 浮體公 你們說的啊 沒事就好 嗯? 怎麼回事 生氣了 聽清楚了 外面很危險 女孩子一個人 跑出去 要是發生什麼事 怎麼辦? 你也一樣 女孩子就是女孩子 哇喔 還有媽媽的架式喔 你也是五內如焚 瓊斯先生 好 訓話差不多了 準備回家吧 好 對啊 晚上你們要吃什麼 小朵呢 就把你當小孩了 沒關係 因為我就是你們家的小孩 哇 她的心結釋放了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哇 布丁派對 有點太過頭了 從明天開始都這樣 天啊 這邊也沒救了 喔 她就正喝一起去耶 因為你也有可能成為我的家人 哇 這個是在暗示什麼 所以說 總之 手前手回去吧 好啊 好啊 兩個人都害羞 皮可 不要吃醋 哇 好感人喔 喔 辦完派對了 那這樣我們該來做正事啦 多爾街 你們有什麼話想跟我們說的呢 很多事都謝謝 皮可也是謝謝 皮可好可愛喔 拿出我們的結婚戒指 哇 皮可真的很似像耶 嗯 蛤 對啊 正喝應該說點什麼吧 請和我結婚吧 嫁給我吧 不要 這種話到處都有人在說 好嗎 好嗎 哇 我可能不是那麼可靠 從今以後也想陪在你身邊 一生守護你 珍惜你 希望你能讓我成為你的家人 當然可以 也可以 通通可以 嗯 嗯 嗯 哇 好棒 還要再說一次 絕對會讓你幸幸福福的 讓我們成為一家人吧 正喝也絕不會放手的 寶寶 到了結婚的這一天 多爾街 哇 好漂亮喔 沒有這回事 非常適合你喔 沒有這回事 非常適合你喔 皮克好可愛喔 來視察狀況 看來是你多心了 非常的漂亮喔 唉唷小朵 先走一步啦 晚點見 謝謝 真的很漂亮 那我們走吧 手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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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南希小姐跟瓊斯先生 哇 我的女兒就交給你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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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很漂亮喔 小朵就拜託你了 她很笨拙也有莽重的地方 但是非常溫柔可愛 又很害怕寂寞 是我引以為傲的女兒 嗯 哇 把她當真的媽媽了 皮克 對今後還是會在一起的 好啊 好啊 問一個問題 哇 非常幸福的意思 皮克也哭哭 有件事需要處理比較久 鄭賀先生 小朵就拜託你了 好的 小朵 請你要幸福 變透明 怎麼回事 她尖叫欸 喔 她想演出這種戲嗎 上當了 喔 新娘子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好的 沒問題 解開心結的小朵 終於能踏踏實實的 過著幸福日子了 想要持續關注這隻的影片 記得訂閱這隻 並且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我最新的影片喔 也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感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